你刚刚为什么又亲我啊 是让你抢完冰淇淋了 你不是不需要了吗 那你还吃什么 我只是说 不需要他给我来缓解压力 没有说我不吃啊 你这个人 以前一个字都不说 现在嘟嘟嘟真会说 那怪我了 你看 我衣服都让你弄脏了 那我衣服不也脏了吗 怎么着 你还想让我给你洗衣服啊 对啊 不行 我不给你洗 你穿上 你别脱 你不给你洗 打扰了 你们继续 你继续什么呀 我是想帮他把衣服脱下来 给他洗洗 我还以为 你以为什么 我以为你要洗衣服呢 我以为你洗 SCP 黑曼 你了 不会 小黄泽 你现在是洗衣服 我先说 我还要帮你买你 你自己生死了 我现在要不是 你最有衣服的 我现在就无法 你自己没有 这种衣服的 你俩偷偷摸摸多久了 谁偷偷摸摸的了 她是怕我姐误会 那为什么不怕我误会呢 这一包以后过来 是不是东西都带两份 是啊 不要 那我下次来 是不得提前打个电话呀 我要 你俩到底谁说了算 这床怎么都换上去 是 是 是 你俩 这 我 说 你管我 你过来 到底是干吗的 我一是来看看你怎么样 二是想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 你知道我不喜欢交朋友 你知道我不喜欢交朋友 这人不一样 这是我哥们 就是上次帮我打刘泰那个 我想介绍你俩认识的朋友 我不去 你放心 李迪这人不一样 你说谁 关你什么事啊 我说你刚才说的名字叫什么 李迪啊 我跟他认识 我俩关心特别好 怎么谁都是你朋友啊 真的 他是不是还骑机车 骑机车就是你朋友啊 他是不是长得高高的 摔摔的 特别爱笑 然后还爱运动 还爱打棒球 对不对 他 那 那什么那呀 走吧 你不是不去吗 谁说我不去了 明白 这风景真不错啊 你们每天出这儿挺开心吧 你刚刚锁门了吗 你不是走在最后吗 你锁了吗 我忘了 你是笨蛋了 你才笨 姐说我可聪明了 幼稚 你幼稚 你最幼稚 你刚刚把我换成小花猫了 你刚刚把我换成小花猫了 李迪 杜杜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投名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 跟他们来的 就说嘛 骑摩托车还投名 还有多款情事 不是你还能有谁啊 你还认识易哥 行了行了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是苏慕 我特别好的兄弟 也是我的同事 这是李迪 我一小兄弟特仗义 这个 你俩认识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不是冤家不剧头 不打不相识 你们看来还挺有故事的啊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他俩同居 同居 什么呀 就是住在同一小区的邻居 那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邻居那么多 我哪能一个告诉你 你也没问过 也是也是 他的好邻居就是我的好邻居 点菜呗 是不是 点菜 对 我已经替你看好了 看看 我们点一个麻辣小龙虾 焦溜肥肠 多焦鱼头 还有青炒西兰花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呢 再点个手撕机 你逼点菜 手撕机 好的 给你看个好东西 这个来了 天哪 你抢到了 对啊 你最喜欢的 可雷队球迷的见面会没票 明天 明天一起去 一言未定 你怎么早告诉我呢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谁知道今天能看见你啊 你俩挺熟啊 那当然了 那行 刘泰你是没白党 他呀 在我们公司举办宴会的时候 气不甜甜的来着 苏木就因为这事才结的梁子 欺负得的就是他呀 就是他 你这手是打打打的 那你跟我说你摔的 以后那种人你少跟他见识 好点了吗 没事 我就是实在看不下去 他们那么多人欺负 一哥一个人 对了 你们不是邻居吗 怎么会去他们公司的宴会呢 我们不值得 词匡计划 她atic 好 怎么着 咱们整个第二场啊 算了吧 我和对得一会儿 还要去打球呢 对了 你上回不是说 要和我一块儿打球吗 一起去呗 行啊 送我去吗 不去 去吧 我们棒球队可厉害了 你还没看过我打球 我跟你露来说 女孩打球有什么好看的 去吧 你不去 那事我不帮你了 什么事啊 不关你事 好不好嘛 那行 我叫辆车 咱们都喝酒了 不用 那么近 骑自行车去就行了 行 走呗